我现在要介绍另外一种 这个人隔壁 是不是可以点点 介绍这个Google地图 我现在就是要讲Google Map 就是这里面的功能 跟刚刚就不太一样 我现在讲的是另外一个东西 刚刚那个叫做 Google文件里面 它可以去新增地图 去做行程规划 可是事实上我们最常用的是这边 去做行程规划 应该说是 就是我要从什么点到什么点 那个开车的规划 甚至我还可以在家中间要去哪里 那例如说 例如说我现在我就随便去输入 我从国立阳明大学好了 国立阳明大学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那我想要去做一个路径规划 就是说我想要去到那个 我从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 例如说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政府 好我先对调一下 因为我的意思说我刚刚中午的时候是从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 那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它就会有一个开车的一个方式 那问题是这是步行 我不可能选择步行 我可以选择搭公车或者搭大众捷运 做公车或者是开车 在这边就比较多的选项 刚刚那边就只有开车徒步 连大众捷运都没有 好我现在点大众捷运 在这边它就会选择 就是例如说走路搭配捷运 搭配公车之类的组合 例如说我一定是这样子的方式会比较快 它这边有一分一小时 一小时零一分 对差不多就一个小时 好然后在这个地方 这都后来新增的 后来新增 例如说我现在我可以去看淡水信义线 淡水信义线 我点它 点它它会告诉我中间哪几个站 例如说现在4点41分 你看这边是不是都搭配好好的 4点41分开始 如果我现在这个时间点 我先步行步行 然后走9分钟 然后600公尺 然后接下来再做捷运 31分 然后经过16个站 好类似这样子的一个介绍 我觉得这跟刚刚我讲的不太一样 我只是希望你们厘清一下 就是资讯工具都摆在这边 只是怕你混淆 就好像说我刚刚给你们那个APP 它有份网页的使用 还有APP的使用 你们觉得哪一种会是未来的一个主流趋势 你要猜 因为我们钱花下去 我跟你讲 以前我们都是讲说 我们要做网站 可是后来现在我们都在讲 我们都要做APP 可是我跟你讲 说不定在三年之后 我们都不流行这些 我们都流行 我们要做AR 虚拟实际 谁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没有讲说一定是这样子 可是难道说我们要一直重做这些吗 对不对 所以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好 那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讲 这边的行政规划 这是我们最常使用的 而且这个功能是后来 大概八月九月才真的新加进去 以前真的没有 就是捷运的规划以前没有 可是现在有了 而且我两年前我到日本 日本所有那个电车通通都有 我不晓得为什么 就是台湾捷运 Google公司一直都没有把它合作 和合并进去 我不知道 好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 我觉得跟我们健康有很大关系的 您看一下在这个地方 我重新点回去 这个Google地图 这个Google地图 这边有更多的这个选项 这边有一个叫做 你的时间轴 看到吗 你的时间轴 我稍微显示大一点给大家看一下 你的时间轴 这个你的时间轴 我觉得特别特别重要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那天我怎么跑都跑不出来 它的意思就是 它会记录你每一天 从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走了多少步 我不想你们知道这件事情 那做这些事情 我希望也许将来 我们可以跟那个老人 就是来去做一个串铃 因为如果说社会局 他有发那个金环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 类似做这样子事情 就是记录他每天去哪些地方 然后步伐他会走多少步 然后那个活动距离 活动范围是什么 然后有没有外出之类的 好 比如说假设 假设三天都没有外出 他又是独居 那是不是我们应该先通知里长 然后来去做一个 来去做一个什么 关怀 好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 也许可以想到的 那因为这边看不到 所以我只能 我只能 等一下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我从上个礼拜 我就去观察 它就真的跑不出来 我的时间轴 你们看得到吗 你们应该也看不到 我的时间轴吧 看一下你们的地图好不好 我的时间轴 能不能看到 好 你看 例如在这个地方 我的时间轴 我的时间轴 我总共去了12个 他这边记录我经常去的地方 这件事情重不重要 假设 假设我们今天 我们先来思考一下 我的资料 你的资料 大家的资料 就被Google公司 Google公司不是我们台湾的公司 被别的公司 别的国家的公司 全部都收集走了 收集走了 他是不是可以去做一些 跟 例如说 健康啊 或者是跟公共 这些的一个合作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 那在这个地方呢 例如说 他说 我最常去的 当然除了家以外 当然有家 这个 这就是我家 你看 最常去第一名 绝对是家 这样可以知道我讲的意思吗 那请问一下 我们只要知道 某某某 他的手机 他的手机 登录的Gmail 我是不是就可以掌握到 他的行踪 那还需要装什么 那个逃犯 要装什么 电子 电子脚 电子 什么 应该不用装的 直接这边就可以看清晰楚楚了 而且哦 这边 这边我们还可以搜寻出来 哪一年哪一月 去什么地方 好 例如说最常去这地方 再来第二个一定是阳明大学 因为我就天天从家 然后到阳明大学 然后阳明大学回家 就这样子 好 然后还有像什么 绒种啊 石牌啊 那看一下2015年的这一天 你看光是2015年5月23号星期六 我从我从住家 然后移动 移动到台北市政府 然后再回家 你看哦 他都已经做到这样子的程度 而且哦 而且还会告诉你说 上午6点59分出发 然后呢 移动到什么地方 几分钟 全部都记录清清楚楚 你们觉得这样好不好 不好 小生小王都哭了 对 你们会想要知道说 如何用脸书找小三吗 真的吗 对啊 就是 比如说脸书 最近谁来帮你按赞 或者是照片 你跟谁的亲密度最高 这其实都可以 他数字跑出来吗 大数据分析 全部都会讲这些 频率就显示了 是啊 谁会最近这段时间来按赞 而且要是异性 真的 全部都可以去做到这些事情 你又不准按赞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那个有一句话叫做什么 爱屋即屋 他一定会按赞的 按我的官吊 真的 就是 或者是 当你今天 像例如说 我很喜欢自家 我跟他最近常出去玩 我们就会拍一些照片 就是 假设我的小朋友 我想要掌握他 还不如说 先问一下他几个好朋友的脸书 LINE 就可以掌握他的行踪了 这样可以了解 好 因为 这是变相 我只是要告诉你们说 其实这样子 你的行踪 你去哪里 全部都被Google公司掌握 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面 你会觉得不好 但是我想请问一下 你觉得独居老人 他到什么地方 或者是失智症 失智症真的很麻烦 将来绝对会变成 我们台湾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大家都老龄化了 那我们会不会希望说 他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 会 我们真的会想要知道 现在他去了哪里 因为他生病了 他也不知道 对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这件事情 他这样家属签署 对啊 像我要告诉你们 像我爸爸 就是那个时候他有失智 每次看到他坐在什么地方 坐在门口 他已经忘记怎么开门了 我说的是真的 那问题是 问题是当他跑出去呢 那是不是另外一种社会问题 反正失智这问题 我会觉得说 那前提是他要带手机 我还说他们在贴一个小小兵 那种贴的 老师你刚刚讲的 是必须我们就是有这些资料 而且是我们 不够把它输进去 是的 不用输入这些资料 你要带一个 像社会举发那个什么 什么手团 对那个载具 真的我们学校有很多单位 都会发展这些东西 要他愿意带 不是钱的问题 是要他愿意带 他不喜欢带这些东西 你做好给他也没有用 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那可以绣在衣服上那种 我阿嬷就这样 绣在这边 我们现在讲是比较科技的做法 这是我最后我要跟各位分享 就是地图你的时间轴全部都被Google公司掌握住了 可是 没有 我那个时候只是用Android手机 后来我真的很生气 我就算了 我还是用iPhone 我就有一段时间 他也跟我讲说 你的Mac用Apple的 然后平板也用Apple的 那手机 因为我那支iPhone 3.5G 那真的是好久 我用了七年 都坏不了 然后后来 后来我就说 我想要用更智慧一点手机 他说那不行 你就去买一支 那个就是便宜一点的零元手机 然后那一段时间 那手机不会坏 所以我就全部都被他记录这些行程 后来我就觉得说 这不太好 反正就是到2015年 好像7月8月之后 我换了iPhone手机 他就没有再帮我记录这些事 因为他挡了很多东西 他在设定里面 他把 例如说地理 你的地点要不要公布出去 他都会先问你 他都会先帮你 我跟你讲 他之所以安全 是因为他挡了太多东西了 所以你现在听到很多手机 像怎么被绑架 几乎都听不到iPhone 而且你们会不会觉得 如果你用iPhone 我觉得最讨厌的一点就是 他只能把相片影片分享出来 其他什么都没有了 通通没有了 真的有时候想一想 还真的蛮生气的 因为不聪明 真的很不聪明 我只是要跟你们最后分享这个Google地图 那你们大概了解 那个在如果云端运碟里面 他有建立地图 他的地图不够智慧 一点都不智慧 可是呢 他不是没有这个功能 直接在这个地方 这个Google地图 这个Google地图里面 还记录了非常非常多 你每天去了哪里 这些行程 甚至你当然也可以 在这个地方去做 在Google地图这边 因为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 可能会随着你 用Android的手机 他帮记录很多内容 所以导致他开的速度很慢 可是可能会随着你 去过很多地方 然后再来就是行程规划 全部这边都可以做到 所以希望说 未来如果你去做一些 例如说居家反弹的时候 你可能到了什么地方 你是不是应该 就是责任护士 为了自己安全 是不是应该把自己的那个地点 行程全部都要打开来 方便主管在找人的时候 可以找得到 你现在在哪一个地方 这是可以做到的 因为你要知道 你今天去做责任护士 要去做陌生开发 陌生家庭拜访 你会遇到什么事情 我们不知道 红一小女孩二 不是这样演吗 那个重点就是 我只是觉得 把你自己的行踪 交代给你的主管或同事 这也是一个有必要的事情 因为这是为了保护自己 保护自己 而且两个人三个人 这样结伴一起去 所以今天介绍两个主题 第一个主题是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 我如何把试算表 还有Google的一个表单 做成APP 我觉得这真的是值得你们回去好好研究 而且真的不难 真的不难 只是我不晓得 为什么有这么多 Android的手机 或者iPhone的手机 它开不了 可是它那边真的都可以 你能不能再跟大家讲清楚 什么权限 就是那个软体的权限 所以你们在自家交给你了 我也不知道 那个什么权限 真的 我这一张的时候都很正常 都很顺畅 而且不难 我觉得真的是不难 然后最后就是Google地图 希望跟你们分享 下一次我们要跟各位分享 是一个YouTube影片制作 好 这样的话 希望你们能够了解说 这整个一个课程设计 是有它真的很大的意义 不是说叫你们每一个人都会做APP 而是说你大概知道说 其实APP现在越做越简单了 我真的就是这里面我就有三个APP 一个是什么行动理查 第二个就是健康管理 今天介绍健康医管理 大致上就这样 不晓得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 想要提出来询问的 至于最后这个我的时间轴 请你们一定要去思考一下 在公共健康议题上面 我们怎么样去应用 只可惜这是Google公司的 难道我们不能做这些吗 我觉得可以做到 可以做到这些事 如果都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了 有问题你就留下来 好 今天上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謝謝